今天又来给大家叨叨一些发材树了 这个发材树是我之前修剪的一个 有的话说之前是什么样 我先上视频 它已经舌掉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剪掉了 像这个叶子它不可能再长好了 很多都是舌的 你看这个地方也舌了 当时来的时候 我没有过多的考虑 你可以看 它在长一些新叶子 如果说你温度很适合 它会长新叶子 那现在修剪完之后 它又重新长出来叶子了 好多的花肉在养发材树的时候 也会遇到 就是你长着长着就很黄了 就感觉树干也被抽空了 上面长得快高了 发材树寓意比较好听 很多的花友们都喜欢发材 所以说老是喜欢养 但是不会养 其实发材树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修剪 你像长得如果说很长了 过分长了 大家都可以进行修剪 修剪完之后 它会长一些小叶子出来的 这个时期 长叶子这个时期 你可以薄薄的那种 官叶型的营养液 或者是花植桌一号 十号都行 稍微喷一喷 浇灌浇灌 另外对于光照这一块 它不喜欢强光暴晒 你像现在这种光照 很明亮这种光照 可以晒 没什么事 浇水就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如果说您用到的土 像多肉的土 或者颗粒土 以及咱们家这种泥碳土 透水性比较好的话 就可以保持潮湿 好吧 尽量的不要让那种 积水焖坚的盆子 要不然会烂坚 不要用太硬的土壤 好吗 你硬不要紧 但是你要有缝隙 可以用沙子 好吗 这是说这个点 发材树是比较好养的 如果说你对肥料 你就是比较懒的话 你可以用缓释肥 好吧 别的没啥了 希望花尔门的发财树 现在也差不多到时间了 五万五复苏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着剪刀 去把你们那些老发财树 很长的 都可以咔嚓咔嚓 剪了它 长出来叶子 薄薄的肥料 弄上 希望大家都发财 疫情也对于自己的健康 不许的话 一会就在一 拜了